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第二堂 我们请大家看你的手册 我们刚刚第一堂是讲到说 亲近神我们更亲近神 亲近上帝呢 其实是享受 因为上帝要我们安息 不是要我们做到死 所以呢来到神面前是享受 不是忍受 我们很希望说TLC变成有一个文化 就是大家喜欢来 想到说要去教会聚会 想到就很高兴 你如果想到觉得很累 你可以不要来 对不对 你可以不要来 因为我想上帝也不喜欢你很勉强 坐在那边然后去看手表 说是当时在耍的 上帝会说我这拍到顶 上帝会认为说 来亲近我有这个痛苦吗 这么折磨吗 如果这么折磨的话 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来 你也不用跟牧师请假 都不用 不要来说我们都可以体谅 是不是 所以希望每一个你参加的活动 你都去享受 然后每一个人看手表 都是看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看什么时候结束 快一点我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 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让大家享受 那我们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第二堂我们要来谈 来到上帝面前呢 是来充电的 所以我们第一堂说 敬拜上帝是享受不是忍受 第二个我们要来讲到说 我们来亲近上帝呢 是充电 不是来耗电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充电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这段不长 我们弟兄读一节 姐妹读一节 手册上有 手册上有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来读第一节 姐妹读第二节 我们请弟兄来读 请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姐妹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 来帮忙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案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这段经文是讲到 彼得怎么样被耶稣呼召 成为门徒 来跟随他 那在这个耶稣呼召人 跟随他的过程 很有趣 非常有趣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 并没有记载 耶稣讲了什么道 你看整段我们刚读了一大堆 读了十一节 请问耶稣讲道讲什么 不知道 也很奇怪 圣经里面都记载 耶稣讲了什么道 我们来教会 有这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来听牧师讲道 可是今天这段经文 耶稣也没有讲道 耶稣也有讲道呢 没有记载 耶稣讲什么道 所以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要学会一件事 聚会比较重要 还是散会比较重要 这个很有趣 你为什么要来聚会 为了散会 耶稣说 要醒到 不要单单听到 你听到的目的是什么 要去做 要去做 所以我们吴老板刚才 完全包得到听进去 拍结束以后 我就直接跟 那个美思姐讲说 牧师讲的听到没 你嫌弃我的那个扣打 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从现在开始 你只可以讲赞美我的话 哇 这个美思姐喉咙都被掐住了 开玩笑 就是说 你天天要做嘛 所以耶稣这里讲了什么 道 没有讲 可是呢 却记载耶稣讲完道 去做什么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 有时候基督徒来聚会 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有的时候 聚会听了什么道 你可能会忘掉 但是 聚会散会以后 你去做什么 这个也蛮重要的 所以这里讲到说 那天聚会人多不多 多啊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耶稣讲话之后 后面听不到 看不到 耶稣只好跟彼得说 你船借我一下 你船稍微往后一点 然后呢 我站到你的船上去 后面的人才看得到 哇 你看 耶稣那个时代 竟然 这么多人要来听耶稣讲道 然后竟然没有跟我们讲 耶稣那天讲什么道 是不是其实 耶稣讲道 我们就去听耶稣讲道 怎么没有跟我讲 耶稣讲什么道 然后那么多人 耶稣那天一定是讲一个 很好的道 特会 可是没有讲耶稣讲什么道 反而说 耶稣讲完道以后呢 跑来找西门彼得 跑来跟他说什么 耶稣跑来跟他讲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午打鱼 累不累 很累啊 彼得怎么说 彼得说 我们整夜劳力 都没打到什么 好 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彼得有没有听到 嗯 可能没有听到 为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整个晚上打鱼 回来累不累 累 然后呢 他们在 他们打鱼 其实还不是最累的 你们有没有去海边 看过人家捕 收网 洗那个网才最累啊 那个网子 网上来有什么宝特瓶 有鞋子有袜子有什么 哎呀一大堆 那个网上来会打结啊 所以呢 撒网 捞鱼很快乐 可是整个晚上没有打到什么 然后还要收网 然后在那边洗 所以圣经没有说他也没有听到 但是猜想很可能他没有听到 所以基督徒不是要听每一篇道 这个是基督徒要知道的事 不要说啊这个道没有听到 你多听一篇也不会整个 不是基督徒不是在 他一直要听到听到 所以那天他可能没有听到 因为他必须要工作啊 他必须打鱼啊 所以说我们教会不能够只有礼拜天早上做礼拜 那有没有礼拜天早上要去菜市场卖菜卖肉的 那这些人怎么办 你要不要有一个晚崇拜 应该有晚崇拜啊 你要不要周间有崇拜 应该有周间崇拜啊 像我这次去纽约那边 有一场主日崇拜是礼拜一 那个教会三百多个人 人很多 全部都是二十几岁 最老的就三十几岁而已 因为那个教会全部都是做餐厅的 全部是餐厅的厨师 很多没身份 所以他们教会聚会要打卡 要刷卡 因为他们到时候都要去跟 政府申请 申请身份的时候 都要证明我们都很乖 我们都有参加教会的活动 你知道 他们很多人是没有身份 他们希望教会帮他们 支持他们 support他们可以办身份 那像他们那样的人 礼拜天怎么可能做礼拜 礼拜天餐厅生意最好 这个叫做餐服 餐厅的服务工作 全部礼拜一 然后还有一个礼拜四 他说牧师你白天讲不到 晚上可不可以加班 我说可以没有问题 他说因为晚上是餐厅结束以后 有一个日本料理店 他们的员工 还有附近几个其他的 我们把他们找过来 所以是晚上十点半 他们餐厅十点打烊 然后十点半 他们才唱诗歌 牧师去讲道 所以那天我是 礼拜四十点半 我在台湾的时候 被请去服务业教会 服务业就是百货公司 打烊以后十一点聚会 聚会到半夜一点 所以这些人 他们不可能礼拜天做礼拜 他们就用别的时间 所以彼得那天耶稣讲道 他大概也没有听到 可以了解 因为他很累 然后他把他的传接给耶稣 他可能去那边洗网子 那也说不定他有听到 但是可能一面听一面打瞌睡 所以他也不见得 他也不见得知道 耶稣讲了什么 可是很烦的事情是 耶稣讲了道跟他说什么 我们去打鱼 累不累 累 可是你们想过 谁最累 耶稣最累啊 因为耶稣刚刚在讲道啊 耶稣讲完道以后 还要再去加班 耶稣说我陪你 我们去捕鱼 只要这段经文 常常提醒我 我们做牧师的不可以说 我下班了 没有什么下班 讲完道以后 赶快再去探访 有弟兄什么有需要 你就要赶快去帮助他 讲一个道 大家听得很高兴 可是他们今天没饭吃啊 因为他整夜劳力 没有打到什么啊 那明天要吃什么 这种捕鱼的人都是这样 马上出海捕鱼去 回来到岸边就直接卖掉 他的生活费是从这里来的呢 没有薪水啊 没有那个钱自动进你的account 没有那种事情啊 所以连彼得这种渔夫要钱 他说耶稣我们给他缴税 耶稣说好啊缴税 去哪里拿钱 去钓鱼啊 你的专业去钓鱼啊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辛苦钱 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劳力 去赚来的 耶稣完全了解 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所以耶稣说 我讲道 大家听讲道是很好了 讲到肚皮要不要顾 要顾 所以弟兄姊妹 耶稣了不了解我们经济的需要 了解 了解 信仰 不是台湾话说 输你吃输你情输你减钱没得益 信仰是 真的是 他是要解决你的生计的问题 所以耶稣很累哦 耶稣还是加班 耶稣说 走彼得 我们去捕鱼 彼得一听 啊脚都软了 他说我们昨天整个晚上 才刚回来呢 又要出去哦 但是彼得就想说 没办法啦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 你是大人物 好了好了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去捕鱼 去捕鱼 耶稣也没有想法 耶稣说好走 结果呢 捕到很多鱼以后呢 彼得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彼得说啊我是罪人 那我问大家彼得哪里犯罪 彼得哪里犯罪 没有听耶稣讲道 我想他为什么说他是罪人 因为 因为他认为他比耶稣更专业 因为他认为 耶稣讲道你比较厉害 可是抓鱼我比较厉害 他就发现 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完整 所以他认为是 他要配合耶稣 因为耶稣要出去捕鱼 好吧 那我就跟你去 他都没有想过 耶稣需要捕鱼吗 五饼二鱼就五千个人吃饱 你觉得耶稣需要捕鱼吗 耶稣是为了谁 是为了彼得 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说主啊我服侍你 上帝需要你服侍吗 上帝需要你为他做什么吗 上帝不用 神已经造了天使 天使就是服役的灵 神说所有的信物叫天使做就好了 你不用做 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他 所以基督徒从来就不用说 哎呀我热心服侍上帝 你看我得到什么 上帝会说那谢谢那不用 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他 你会发现耶稣所做的事情是 走遍各城各乡 上帝服侍我们 我们才需要服侍啊 我们会饿我们会累 我们会抱怨 所以上帝真的服侍我们 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 耶稣说人此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我们大家学习一个观念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觉得我要为上帝做很多事 我也希望大家学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可能跟你以前想的不一样 教会不需要大家来帮忙做很多事 相反的是教会要问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不是问你能为教会做什么 教会不需要你做什么 是我们需要上帝来服侍我们 不是我们需要服侍上帝 我们不需要服侍上帝 我们服侍上帝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不是为了上帝 所以我们的观念要改变 所以我们的服侍要喜乐 我们的服侍要成长 所以有一些服侍 我们尽量的就可以把它简化 像这一次大家这么辛苦的来这里 大家配偶度这么高 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有几个筹备同众都已经跟我说了 说服侍我们下次我们一定还要再办 但是我们下次再办 我们要让大家更轻松 Sent Diego是全世界都跑到这里玩 我们怎么跑到别的地方玩呢 我们下次可以就住在分店里面 我们可以近一点的地方 非常好 我们尽量减轻同工们的服侍 我们尽量让我们聚会的时候是 大家一起来享受 我们不要制造很多事工 让大家来服侍上帝 不用多此一举 我们不需要 耶稣跟彼得说出去捕鱼 是因为耶稣想要让彼得知道 不要活得这么累 不要活得这么累 所以耶稣说彼得我教你怎么抓鱼 彼得大概觉得说你讲到你最厉害 可是抓鱼你一定不会 有时候我的信仰是胜熟二分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来听到 我们就是来讲天上的事 地上的事情上帝不会 错了 所有地上的事上帝脱会 所以耶稣带彼得出去 而且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马打鱼 不是说要到岸边 是还要开一段时间 所以难怪彼得觉得很累 我还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还要再打鱼 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网子往下去 所有的船都不够来撞 他们撞到的鱼 所以彼得就说我是一个罪人 彼得之所以会成为耶稣所重用的门徒 不是他有什么恩赐 彼得这个人实在讲 论恩赐论才干差很远 真的差很远 彼得就是这种很冲动的 彼得看到耶稣心中还没有说 我也要 走到一半他就沉下去 然后耶稣说 你们会有人败我 彼得说谁敢 我就拿刀子跟他拼命了 那耶稣说 鸡叫你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彼得是大起大落 大好大坏 所以彼得的恩赐才样 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我觉得优秀这两次 很难用在彼得的身上 真的很难 彼得也没有什么读书 彼得也没办法管钱 钱还是由大在管 彼得什么都不会 但彼得有一件事情 彼得他自己自我检讨的能力 很强 他觉得我是罪人 那你发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说啊我是罪人 信耶稣以后呢 变超人 我祷告人家会倒下去 我祷告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开始追求要变成一个超人 要不然就是说 我现在信主以后我都会在做坏事了 你变圣人了 然后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要当伟人 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那彼得为什么被上帝来肯定 因为彼得他愿意承认我是罪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耶 只是抓到与彼得说 啊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啊上帝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没有什么对不起啊 可是彼得说 啊我心里面知道了 我自己知道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知道了 我自己知道了 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跟你老婆说 你是怎样的人哦 你自己知道了 我们都是 我们很少说我是罪人 我们都说你是罪人 抓到的这种 抓到的这种 真正有够衰了 怎么会有你这种老婆 怎么会有你这种老公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是不是 我们常常都没有意识到 我是罪人 一个人如果常常意识到 哎呀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这个人就是好相处的人 如果都觉得别人是罪人 哇这个就很难相处 所以当彼得说 我是个罪人离开你 耶稣怎么跟他说 当你跟耶稣说我是罪人 耶稣怎么跟你说 我们来看 第十节 耶稣对西门说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 你愿意跟耶稣说我是罪人 耶稣就跟你说不要怕 如果你跟耶稣说 你看那个人是罪人 耶稣就说 那你看到别人的眼中有刺 却看不到你的眼睛有两目 所以你越说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神就越安慰你 因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 阻挡 交报的人 那你越是说别人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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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越去审判别人 那你越去审判别人 神就越要审判你 所以我们基督徒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要来充电的 我们不是要来耗电的 不是服事服事得很累的 我们是要来到主的面前 透过你所做的事情 你要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 你要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 哇这是很难的事情 人很难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但是信仰是要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信仰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彼得说我是罪人 因为彼得就觉得说 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我以为说不可能啊 不可能再打到鱼了 竟然怎么打到鱼了 我以为耶稣什么都不会 耶稣就只会想到 没有想到耶稣还会捕鱼 所以彼得会为了自己看错 彼得会为了自己判断错目 而承认自己的软弱 然后彼得就开始改变 他对事情的看法 所以彼得这一辈子都在学会 改变自己对事情的看法 他就在改变 就因为彼得一直在改变 耶稣就很欣赏他 所以我们不需要多优秀 可是你一定要持续改变 一个人如果不改变 这个人就是面目可正的人 只要活的都会变 只要是活的 我们人类很厉害 做人造花做得好像 他永远不会凋谢 但是那个不耐看 因为我们喜欢的是活的 只要是一个活的 他一定会变 你就要会欣赏他的变化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 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孩子 你身边的人 发现他不一样 你要接受他 你知道我有些父母 对孩子讲说 你都不像以前小时候这么乖了 哇这个对孩子来讲 变得大的压力 我要一辈子听你的话 其实孩子现在 大概不要到18岁了 孩子现在大概10岁的孩子 都很懂事了 你就开始要捧毙他 发展他自己 所以如果你有孙子10岁了 你就开始赞美他 鼓励他了 你要让他开始发展他自己 而不是说 我觉得你现在不乖哦 你小时候很乖耶 你现在比较不听话了 哇你这样子对他来讲 是一种情绪威胁 对他讲这种话 就是在否定他嘛 就是告诉他说 你必须要像以前这么乖 但是你忘记 他以前几岁 他现在几岁 改变了 人会改变 所以你必须随着他改变 你也必须要改变 彼得他当他跟耶稣说 我这个罪人 请你离开我 请你离开我 当彼得有能力 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哇那不得了 我们就看到彼得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被神作用的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学会 我们的看法 必须要改变 我们的想法 必须要改变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 在国外发生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是有一个 一个女生 那他就是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 结果就被性侵害 那性侵害回来以后呢 他就很不幸 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 那他是被一个黑人 性侵 那他怀孕了以后呢 生出来这个孩子 他本来不想留这个孩子 可是因为在他的肚子里面 这么久有感情了 而且他的先生很好 他的先生就说 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 我们都是基督徒 他说因为这也不是你的错 那这个孩子也是无辜的 那上帝既然让他来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所以他的先生就说 我们还是把这个孩子养大 那个不容易呢 因为是黑人 所以生出来 他们两个都是白人 所以生出来一看就知道 不是他们的 所以邻居就会问说 这是你的孩子吗 奇怪 怎么混血了等等 那这个妈妈还要说 这大概是隔代遗传吧 就还要去自己去解释他 这样子 但有一天呢 这孩子得了一个 很特别的疾病 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大概 这个是必须要他爸爸 就是要他爸爸的这个血液 要他爸爸的DNA 所以呢 不得已 然后他们才 才在 这个医生说 我去到处帮你比对 他就到监狱 因为会干这种事情呢 大概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到很多地方 要去比对 都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爸爸是谁 所以到最后 他们只好说在电视上 就说 就报道这件事情 说有一个孩子 他是当年是被信心 那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疾病 需要这个爸爸 挺身而出 这样 结果那很多人就看到这个新闻 很多人就骂 就是这种败类啊 等等等等等等 结果有一个太太在骂的时候 他的先生就跟他想说 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见证 那个先生就说 我必须要挺身而出 我必须要对我多年前 我所犯的这个错误 我必须要来承担 所以 他就出来承担 那后来也就救了这个小孩子 那 怎么会发生的呢 这些故事没有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原来他那天 就是在 他在一个餐馆工作 他在餐厅 在洗碗 然后他的老板是一个白人 那天就是虐待他 所以他那天很生气 他觉得很被羞辱 所以他那天很气愤的情况下出来 他就一时失控 他就用报复的心态 他就随机 就选择一个白人的妇女 然后就对他信心 那过后 他也很后悔 那他就后来就换了一个工作 然后就在那边好好的 就从头做起 也是在餐厅里面洗碗 后来那个老板 很欣赏他 说这个是有为的年轻人 很好 就把女儿嫁给他 然后呢 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个事情就没有人知道 这个事情就整个就过去了 一直到有一天 这个人看了新闻以后 他看到了这件事情 那这个例子是我们神学院的 的一个老师叫 康来常康老师 他讲这个历史后 他就讲一件事 他说 当我们一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人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我们是不是就说 你看就是像我们就像这种人 我们才不会像这种人 没水准 我们有没有想过 说感谢神 我去工作的时候 老板没有那样对我 对不对 感谢神 我那天对老板生气的时候 出来 没有遇见一个落单的女生 你必须感谢主 你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很可恶的人 是因为 你没有遇到一个很可恶的人对待你 还有当有人很可恶对待你的时候 你出来 并没有遇到一个发泄的机会 所以你才能够做那些事 不等于你不会做那些事 如果你遇到一个也是用同样恶毒的方式对待你 然后你出来正好遇到一个人 也许在那一秒钟 你就做了 做了以后你就后悔 但是你已经做了 那你要怎么说 每一个人 什么叫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 而不是说我才不会像他 我才不像那种人 那什么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是充满优越感的 不是 基督徒是充满怜悯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跟别人是 一样都是软弱的人 所以有时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门徒那时候 因为有被耶稣派出去 两个两个派出去医病 干鬼 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 哇这么多 回来就觉得我现在很厉害咯 所以当有人得罪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门徒怎么说吗 他跟耶稣说 这天没礼貌了 要不要我们祷告 天上降一把火 烧死他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不知道 这句话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 你的心如何 你以为你知道 你说不会呢 我是很有爱心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 可不可怕的事情 你就觉得你很有爱心 别人伤害你 你说我都原谅他 那是因为他没有伤到你的要害 所以才会原谅他 但有一件你很在乎的事情 当你损失了一个 你觉得不能够失去的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不一样 所以基督徒我们只能知道说 我的心如何 我不知道 不到那个程度我不知道 所以到了那个程度才显出 我们是怎样的人 耶稣给彼得一个机会 耶稣让彼得看到 当看到满船的鱼 彼得不是那边算说 哇一条一块钱的话 哇发了发了发了 哇错了 哇不得了不得了 当彼得看到那个鱼的时候 没有感觉 这就是彼得的优点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看到那么多鱼就 哇想想看不得了不得了 孩子们几年的学费都有了 我们通常比较想的是 现实的这一面 竟然一个人看到那么多的鱼 我昨天晚上整夜劳力都没有鱼 现在两船的鱼 你会不会很高兴 当然高兴嘛 你怎么会跪下来说 我这个罪人你离开我了 这就是彼得厉害的地方 彼得在财干上 可能比我们差 但是彼得 他有自知之明 彼得愿意承认 当彼得看到那么多鱼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嗨 他看到那么多鱼的时候 他反而觉得说 哎呀我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人 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 神就用环境 显出我们是怎样的人 彼得在那么多鱼的面前 显出他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而有一个年轻的官 来到耶稣面前 跪下 然后问夫子说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这个真的是 这个才是厉害的 税吏 撒开只是看热闹 听说有一个名人叫耶稣要经过 我看看 撒开有跪在耶稣面前吗 撒开有问耶稣说 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吗 没有啊 撒开是没水准的 撒开可能只是想跟耶稣有一个签名照 照相第二天出来 跌着说 耶耶耶耶 你看耶稣来到我家 撒开根本没有想过什么 我该如何做才可以承受永生 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 他就不会去当税吏了 这个年轻的官 他到耶稣面前跪下 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 属不属灵 太属灵了 还跪下 然后耶稣就说 你要承受永生 那基本上要先从十戒开始 所有的诫命 这个人怎么说 我从小就遵守 我把我书呢 我从小就遵守了 我不是刚刚信的 你不要搞错 我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我还认识马街 我们这个从小都遵守了 所以你看这个人很优秀 年轻 又当官 又会跟耶稣求得永生 然后品性又好 又从小遵守诫命 就算不帅 女儿也可以嫁给他 这么好的一个女婿 所以可能这么好的一个人 他还会问这么属灵的问题 结果耶稣怎么赌他 耶稣说把你的财产变卖掉 你再来跟着我 结果最后这个人呢 悠悠臭臭臭的走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耶稣为什么不跟撒开说 把你的财产变卖掉 很妙 结果一个人跪在耶稣的面前 却悠悠臭臭的走了 一个阿达阿达 想跟耶稣造个像药千瓶造 在树上看耶稣看热闹的 第二天出来说钱我都不要了 我现在只要跟随耶稣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不代表什么 有可能一个拜拜的 有可能一个杀人犯 一夜之间 他在神面前生命翻转 他就跟随神跟随到底 有可能一个人 当基督徒当人救 可能还当长老 只是还带敬拜做很多事情 可是到最后跟上帝越来越远 这很讽刺耶 所以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对你的心 你的心 所以当这个年轻人 他说我该怎么做 耶稣说你把你财产变卖掉 你既然要得永生 几块就要挡个冲伤 都要得永生了 钱又带不走 就给别人吧 然后你来跟从我吧 这个年轻人做不到 圣经上还讲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产业 很多啊 很多 所以他就悠悠臭臭的走了 你不觉得很惨吗 你要走就爽快一点吧 还要把钱卖掉 不要 好了耶稣那这样 我不要了 我就走了 他为什么悠悠臭臭的走 对 那钱太多 钱太多有快乐才对啊 他要 他要把他就留 要把他就走 要走就快快乐乐的走 结果他选了一个最快的结果 悠悠臭臭 而且呢 还走 人才两私 什么都没得到 他来到耶稣面前 问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 结果走的时候是悠悠臭臭的走 而且还走了 你知道他走了以后 耶稣背后来鼓一枪 你知道吗 耶稣鼓一枪 耶稣讲一句话 耶稣说什么 财主进天国 还真难啊 哇真的很惨 对不对 我悠悠臭臭的走了 耶稣还蹦 还背后鼓一枪 财主进天国 有够难 这段经文 对所有的基督徒是 很大的提醒 很大很大的提醒 不要以为我们都来做礼拜 我们就是主啊 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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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嘴巴在那边 主啊主啊主啊 反正我主啊主啊的 不一定会进神的 所以不要只是 哦主啊主啊跟树林 但是真正要你付代价的时候 你付不起 人家一个黑道老大 什么都不懂 可是上帝一旦跟他说 你要不要跟从我 人家黑道老大 二话不说 人家就有格子 没问题 钱算什么 他马上就跟随耶稣 所以这有时候是 信仰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用表面来评量 只能够每一个人 对自己的心负责 但至少彼得 他被耶稣称赞 就是因为他对罪 他对自己是怎样的人 他很敏感 他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面对 你是怎样的人 这个跟你圣经守不守 这个都没有关系 跟你的条件都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耶稣说 叫你把财产捐出来 你可能也说 没有问题 我捐为什么 反正我没有什么财产 可是你没什么财产 耶稣就不会给你要财产 耶稣一定会给你要 你最舍不得的 耶稣就会给你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舍己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 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灵修会当中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 我们不要用宗教行为 来看一个人数不数灵 不要用他奉献很多钱 参加很多的活动 这都不足 最后他好不好 悠悠丑丑的走了 你看不起这个人 穿得破破烂烂的 但说不定这个人 很坚定的去跟随神 所以你知道这个信仰 有的时候很现实 真的有时候很现实 尤其像如果你是在 比较东部 他们就是要看 你的圣经熟不熟 他们要看 他们用很多外貌的东西 看你的学历 看很多外在的东西 带给人很大的压力 所以台湾以前有一个 步道团来 他们就演浪子回头的故事 演到最后那个浪子 为了要制造高潮 要从礼拜堂的后面 要冲到前面来 跟这个爸爸拥抱 但是那天这个爸爸 在前面唱 因为唱到那边的时候 要唱 回家吧 回家吧 不要再流浪 彩排的时候 唱两次 这个儿子就要从后面 冲进来 然后从观众当中 冲进来跟爸爸拥抱 那天唱五遍了 儿子还没有进来 唱到这个爸爸 越唱 越焦虑了 说 请教他也要我们回来 越唱越情实破戒 赶快啊 哇 终于那个儿子连滚带爬 哇 跟他相认了 演完以后 他就骂他说 你 讲到两遍你就来 唱五遍了 你都不来 那你跟他说 没办法 我要进去的时候 门口的接待说 对不起 我们这里是教会 因为他浪子穿得破破烂烂的 门口的接待 一直跟他讲 不可以 不可以 他说没有 我这时候说不可以 一直到里面的人想说奇怪怎么那么久 后面有一个接待的才跑去说 他是演员啊 他是现在在 哦哦哦 才赶快让他进来啊 这是真实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步道团 他们感触就很深了 说哇 教会 教会是看你穿这样子 这是不可以进来的 今天我们也是会这样啊 功课不好的 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 你的孩子跟谁是在一起 那个功课不好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们信耶稣的都只跟功课好的在一起 那个那个什么穿耳动的 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个鼻子上挂一个环 都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个染头把都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跟他在一起 你会学坏 为什么没有信心说 他跟我们在一起 他会变好 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这就是基督徒 耶稣就是敢跟撒开说 你下来 而且耶稣说 你这又不是基督徒 我现在叫你变卖 你听不懂啊 不是 来我今天住你家 住一住你就知道 结果住一住他就变卖了 你是基督徒 那基督徒我就直接跟你讲 你把叉叉变卖 你讲这么白哦 哇可是我钱很多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基督徒有时候跟非基督徒 是比较好相处的 有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讲话 有时候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 真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想想看 你是怎样的基督徒 你真的看到鱼就是 哇太棒了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为什么鱼这么多 或者你是像彼得一样 说我是罪人 因为你都常常会想 我在想什么 我的脑袋我在想什么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信耶稣就是问自己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是一个怎样的太太 你是一个怎样的先生 你是一个怎样的爸爸 你是一个怎样的妈妈 你是一个怎样的老板 你是一个怎样的员工 这是我们自己要问的 我们永远要记得 我是个什么人 罪人 你越承认你是罪人 你就会成为更好的妈妈 因为你知道说 我还有很多不会 我还在学 你越承认你是个罪人 你就会有进步的空间 你都不觉得是罪人 说你是罪人 你在迷信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现在改很多了 好了 当然人家讲你什么 缺点你说 我现在没有这样子了 那你就停止进步了 因为你已经以现在为满足了 基督徒是 不是以现在为满足 我们知道我们 距离上帝都还很遥远 所以我们就是要 一起来祷告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 让我们常常 不要说别人是罪人 一定要常常说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请上帝原谅我 那你说你是罪人 神就跟你说不要怕 我让你得人如鱼 只有一个承认自己软弱的人 才能够被上帝使用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寻求你 我们真的自己有的时候 不自觉 我们就是会骄傲起来 不自觉的我们就 把眼光放在 好多鱼哦 我们就放在 上帝赐福给我 这个赐福给我那个 我们还是看很多 这些厉害的关系 所以求神让我们 在这个领修会 我们被提醒 说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更柔软 更有爱心 更合神心意的人 这是我们所要寻求的 祷告 祿告奉主 祿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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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多问题 好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尼哥迪姆 是不是那个有 在耶稣快要受死 有另外一个 尼哥迪姆是同一个 有人说是同一个 对 有人说是同一个 所以有人认为说 那个尼哥迪姆 跟耶稣讲的道理后 他有道理 好 那我们吃饭 我们就直接 我们吃饭怎么样 就直接过去了 好 好 那我们请大家把握时间 我们现在就直接到里面 弄餐 谢谢大家 那我们在这里一起谢饭好了 好不好 我们在这里先大家一起谢饭 好 天后我们会桌上一时感恩 也求神赐福我们下午的活动 让我们这么远的路途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下午可以有好的休息 下午可以有好的放松 我们下午能够 能够尽情的来享受 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美好 也求主洁净饮食 让我们身体健康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